男人正在执行暗杀任务 不料被性感美女挡路 等他再次扣动单机时 对面早已拉上窗帘 对此 麦克只能快速收拾好枪械弹药 起小电动火速撤离 只见麦克前脚刚走 警车却随后赶来 但麦克却丝毫不慌 有条不紊的将作案工具 分扔在城市各处 之后在汽车离开 来到一家小旅馆 先借助旅馆卫生间 冲洗干净有火药味的身体 再刮掉胡子 换好新衣物 才大车离开 来到机场门口后 麦克扔掉用来防身的手墙 进入大厅购买机票 可检票口的警犬 让他停下了脚步 随后朝卫生间走去 又清洗了一遍身体 为了避免警犬 洗完的麦克来到VIP通道 用钱买小被检查的顾虑 紧接着来到后机大厅卫生间 向上级报告计划失败一事 见上级唠叨个没完 麦克直接挂断了电话 拔掉手机卡后 将手机踩成稀巴烂 以免被人追踪 上飞机后 麦克全程保持警惕 害怕被丑家偷袭 一名到处丑的西装男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下飞机后 两人在出站口又再次相遇 出于安全第一的原则 麦克打算在此留宿一晚 到了晚上 服务人员来送晚餐 麦克通过猫眼向外观察 确保无危险 才让服务人员进屋 在其走后 还在门口自制了一个安保系统 以防敌人趁虚而入 等到第二天一早 麦克顺利登机 当天下午到达另一所城市 开车回到自己的郊外庄园 但到了门口发现 庄园有被潜入的痕迹 麦克见状快速朝房子赶去 因为屋内有他的棋子 可跑到屋内发现 棋子早已消失 只留下了一堆打斗的痕迹 就在这时 麦克家的电话突然响起 挂断电话后 是伤痕累累的妻子 一看就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而那群人其实是从麦克来的 麦克见状 内心无比愤怒 但为了更快报仇 麦克选择先了解 那群歹人的特征 听到小舅子的描述 陪伴完妻子的麦克 回到庄园挖出武器 收拾好行李后再度出发 来到出租车公司蹲点 寻找绿色出租车 当天晚上就来到租车处 查到了妻子遇害时 在附近的出租车 以及开车的驾驶员 现在只差抓到他 就能进一步了解凶手 出租车小伙刚营业 就碰到一位杀手 为了活命 小伙只能按命令行事 听到男人这么问 小伙当即明白麦克为何而来 随即将所有细节如实相告 期间重点说了那两人的样貌 得知了想要的信息后 麦克让小伙将车开到一个隐蔽小胡同 见四下无人 拿出消音枪要了小伙的命 在这之后 麦克打敌来到机场 坐飞机前往老板的公司 因为除了家人 只有老板知道自己家的具体主持 所以杀手很可能是老板派来 帮客户反杀自己的 为了顺利潜入老板办公室 麦克买了辆车 伪装成环卫工 跟随快递员溜进屋中 在快递员走后 赶在最后一秒卡住电子门 成功胁迫老板的助理 助理见状只能带麦克去见老板 见老板如此嚣张 麦克也不再给他留面子 威胁助理将其钳制在板凳上 紧接着将助理锁在卫生间 做好这一切后 麦克出来盘问老板 如果他交出那两位杀手信息 就可以饶他不死 但让麦克没想到的是 老板宁死不去 麦克只能给他点教训 可老板也是个不怕死的种 即使要死了 也不透露半点信息 临死前还骂了麦克一句 老板虽死了 但其助手还活着 对此 麦克将老板的尸体 装进垃圾桶 随后胁迫助手 带他去打消息 只见这时 电梯上来了两个陌生人 其中的男士 见有垃圾桶 嘴欠地说道 这就是出卖人的下场 不仅要被钢钉封喉 死后还会进垃圾桶 原来 这个男人是杀手麦克的老板 只因麦克有个小失误 就出卖了麦克的私密信息 导致麦克妻子住进重重监护室 所以麦克特意来报仇 先杀了老板 紧接着逼迫老板助理 交出另几位害人者信息 再将其解决 处理好作案工具后 麦克根据卡片上的信息 找到第一位歹徒阿牛 见他家有恶犬 就提前去超市 买了碎肉和助棉药 以及一瓶酒 到了晚上 阿牛家只剩他一人 麦克见状 将插有助棉药的碎肉 扔给恶犬 但院内没伤后 才悄悄潜入 开始排查每个房间 不料下一秒了 由于两人身形 差异很大 麦克一直处于下风 但身形小也有好处 能靠技巧去生 只见麦克趁阿牛不备 迅速跑到屋里 找到了被打掉的手枪 转身将阿牛击毙在地 而这也吵醒了恶犬 上演了一场人狗追逐战 好在麦克腿脚还算灵活 逃出了铁栏杆 最后点燃酒瓶毁尸灭迹 接下来该去解决目标二了 在解决之前 麦克需要更换身份 重新租个汽车 跑去女人家蹲点 女人出现后 麦克跟在汽车后 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一开始女人以为麦克是要搭讪 正准备拒绝 才发现麦克手里有墙 短暂交谈后 女人知道了麦克的来意 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索性吃饱喝饱在上路 最终被麦克带到屋外抱头 处理完这个人后 麦克手里只剩最后一张卡片 是最后一个要杀的人 经过调查 这个人是位商界大佬 也是之前雇自己杀人的客户 按理来说 处理他是最容易的 可麦克却选了最麻烦的办法 先是从网上买了智能解锁器 时机拿到大佬的房卡 用解锁器识别 等做完这一切 选一个晚上 从地下车库进入大佬的家 此刻不知情的大佬正准备喝点小酒 没想到一抬头看到麦克 看见桌子上的卡片 大佬立即反应了过来 知道麦克是自己雇佣过的杀手 随即开始解释 一切跟他无关 原来并不是大佬 从麦克老板那雇的人 而是老板搞的鬼 麦克暗杀失败后 大佬已经决定取消行动 并要求老板退钱 但老板不想退款 就雇了新的杀手继续执行任务 至于一直不服管教的麦克 正好借机铲除 而这一切大佬并不知情 对此 大佬体求麦克高抬退手 饶自己一命 麦克见状并未夺严 转身离开了大佬家 大佬当然也很识相 因为麦克既然能进来第一次 也能进来第二次 他要是报警 说不定先死 最后麦克平安回家 和妻子过上了 无人绕的幸福生活